以高品質精工建築 打造國際級地標文明的知名建設公司 全臺北中南各地都看得到他的建案 不過高雄這處工地 住宅大樓新建到一半 如今卻靜悄悄全面停工 因為這家知名建設公司 和水電大小包廠商傳出嚴重糾紛 廠商購買的大批建材早已進駐工地 但建設公司至今尚未撥款 下游小包工人的人事費用 建商也因故扣款 甚至是攔截不支付 將近一百名工人 這個農曆年差點過不下去 廠商透露為在高雄的這個建案 是個十五樓的住宅社區 去年一月雙方簽訂合同後 立刻開工 起初廠商做到哪 建商按時支付款項 兩方合作相當愉快 但去年底進度蓋到二到三樓時 建商開始經常單方面 口頭要求東修西改 承包廠商摸摸鼻子 刨開灌好水泥的地面牆面 乖乖修改 不過追加款項也是到現在 沒有下文 建設公司高雄建案 負責人沒有出面 由台北總公司統一回應 只是眼看水電大小包 站在同一陣線 見指見商 究竟是哪個環節出問題 雙方各說各話 未來恐怕將對不公堂 華視經文許大人 取溫男王之間高雄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